在大神一章里面讲 彼此皆如 故曰如如 彼此 就是指我跟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如我也如 把这个范围再扩大 阿弥陀佛如一切万法 也如我也如 这什么意思 不就平了咯 完全平了咯 如非虚妄 故腹今中一鸣真如 彼此皆如 自然无诸分别 其实这一段开示 真的很应该在 多元文化论坛里面 大家都提出来探讨一下 各宗各教 各个族群 来体会一下 佛的 这一段话 懂得之后 原来各个宗教是一家人 我们都是一 不是二 所以能够把分别心 去除 把执着心放下了 哪里还会有什么 矛盾 矛盾 争执 战争 发生 绝对不会 所以学习大神佛法 太好了 能够化解 所有的纷争 这个话 其实我们想想 在 英国 有一个很著名的 历史哲学家 汤比博士 他就在诗诗中 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 要化解 二十一世纪的问题 有没有办法 有的 什么 我们听的时候 很自豪啊 是不是 我们是中国人吗 我们 读过 听过 学过 儒家 道家的经典 现在也学习佛法 三教 现在都在中国 他老人家讲了 要化解 这个二十一世纪的 所有问题 唯有靠 孔梦学说 以及大神佛法 再说句老实话 大神经典 佛讲了二十二年 任何一部经典 你把它学通了 都可以化解的 世间的矛盾 所以我们希望 下一次 我们在图文巴 或者在巴黎 在办这个多元文化活动 最好是讲一讲 大神经典 其实我们参加过好几次 我们在台下 是当听众 那个主办人 又没有邀请我们上去 我们只能在下面 做音响作 听来听去 觉得他们好像 没有讲到那个 没有讲到 根本上 只在枝枝叶叶上面 发挥 没有找对那个门道 当然了 他们有举办这个法会 举办这个讲座 也好 总比不办这个讲座好 我们希望他这个层次 再多提高一点 慢慢来嘛 先幼稚园 在小学 后面中学 在大学 在研究所 不能够着急 佛度众生 都不着急 我们着急做什么 着急不就是在分别 就在执着当中呢 不应该 顺其自然就好了 好 下面是文书般若经上 所讲的 若信一切法 稀释佛法 不生经不 亦不疑惑 如是人则 速得阿溜菩提 这是在文书般若经上 所讲的一段开示 一切法 都是佛法 大圣经上有句话说 哪一法不是佛法呢 的的确确 是这样子的 我们要问呢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因为一切法的体性 是法性 这就是佛法 我们现在因为是迷了 才把这个一切万法呢 误以为是生灭法 真正觉悟的人 他看一切法 不生不灭 所以迷了一切皆非 绝了一切皆是 真正开悟的人 他对佛在经上所说的话 一点都不惊慌 一点都不恐怖 您还有惊慌恐怖 这就起心动念了 学佛嘛 最终极的目标 就是希望以后能够震得 无上菩提 阿尼多罗 三秒三菩提 我们到达基督世界呢 就是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的 其实到最后啊 您成佛了 感慨什么 原来我就是佛啊 是不是 哎哟 学了无量节 无量诗 修了这么长时间 只不过是 找回本来面目而已呀 那我们感叹的是 还有很多众生 他不知道这件事呢 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地 帮助一切有缘大众 都能够学佛 都能够破名 凯悟 下面是大宝基金上所讲的 乃至诸法本性 与佛性等 这个等就是平等 是故诸法皆是佛法 刚刚不是说吗 一切法 都是从哪里产生的 从自信而产生 是从谁的自信呢 每一个众生的自信 那每一个众生的自信 有没有不同呢 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 只是看到这个像 而忽略它的体 会看的人 他就看到 根本 所以有一次 师父上人到东南亚 某个国家大学 去访问的时候 就有一些学生 就问师父 关于各个宗教 有没有什么不同 师父说呢 就好像我们这个人的手掌 你看 现在不是六大宗教 就好像我们这个人的 几根指头 我们人一般只看到什么呢 手指 五根手指 这大拇指 十指 中指 无名指 小指 这分得很清楚啊 这指都看在上面呢 再往下面看 你就看了什么 看到手掌 手掌就是它的根本 看了根本 你就发现什么 原来大家是一家人 是一不是 多 能够这样子 入这个境界 有了这样的认知 他对于一切宗教 就不会排斥 就不会有分别性 他会对所有宗教 平等地看待 平等地尊敬 后面是念到所讲的 若地性 一切法 西是佛法 亦无分别 这里要关键的两个字 就是地性 我们不但相信 而且怎么样呢 完全相信 要相信一切法 都是佛法 您能够认同这一点 那这个心里面呢 就不会再有分别的这个念头 再爆发出来 末后一句 远离颠倒 什么叫颠倒 平常我们讲 颠倒错乱 人为什么会错乱呢 因为他颠倒了 说实在的 颠倒就是错乱 错乱的就是颠倒 我肯定响 你什么不够 要 骔 租 medic 你 我以上 想 我的 母